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張 在群組裡面 朋友們在LINE裡面傳來一張圖 我覺得雖然很可愛 它一個漫畫 有一個人就坐在電腦前面 就盯著美國的地圖 他說他這一輩子從來沒有看美國地圖看那麼久 美國的總統大選的開票高潮起伏 因為實在是咬得非常的近 所以的確是蠻扣人心弦的 到目前為止 如果說最後川普沒有用這個司法 就是說不會因為司法的手段 而使得選舉有一種戲劇化的再轉變的話 拜登應該可以是達到這個270當選的 選舉人票的問題應該是不大 那只是現在呢關鍵的 關鍵的州像這個內華達州 因為拜登他現在264張選舉人票 你們看到如果您現在在跟我們看這個YouTube的這個直播的話呢 我們在切割畫面上面啊 我們引用了這個Google網站的一張圖 拜登的票呢是現在是拿到264張選舉人票 川普呢是214張選舉人票 也就是說他還差6張的選舉人票 就就是使得內華達州的這6張的選舉人票呢 非常的關鍵啊 因為現在呢拜登呢是以非常非常的為福的領先啊 在領先了不到這不到這個8000票啊 那他們呃內華達州的兩個很大的郡啊 他們就說他們現在呢呃 暫時不會有新的進展了 會一直到這個4號 4號稍晚 是他們的4號還是我們的4號 我想應該是他們的4號嘛 對不對 因為今天我們都已經5號了啊 4號稍晚呢可能會有這個可觀的更新啊 好我們待會兒呢再來講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我們先來關切一下啊 呃股市的表現啊 昨天這個呃美國總統大選呢 雖然呢悬而未決啊 但是呢呃道琼道琼還有這個美股啊 道琼啊還有這S&P500啊 納斯達克呢都都涨啊 哇這個非城半腦底呢 跟著猛漲漲漲了5.49個百分點啊 呃特別是因為 美國呃這次呢呃 雖然這個總統大選的選舉的形勢 還沒有還沒有到最終的明朗 但是呢看起來呢呃拜登呢是當選的機率是大的啊 呃因此呢參院呢目前呃民主黨呢並沒有辦法去翻轉這個參院的形勢 共和黨呢還是領先這使得投資人呢就會比較放心啊 覺得說那你呃拜登提出來的這些不管是加稅啊等主張啊就不會就不會過了啊 所以武士的表現得非常的好啊 道琼呢漲了這個1.34個百分點呃S&P500呢漲了2.20百分點啊 美股表現得好當然就影響了台股啊以及這個亞洲的股市 台股呢目前呢上呃小漲了30.84點指數來到12898.74點啊 呃亚洲的這個股市啊日經呢225指數呢也是上漲啊上漲了1.23個百分點 上漲恆生指數呢呃就漲的比較強勁啊漲了2.89個百分點啊上漲綜合指數呢微幅上漲了0.88個百分點 A股呢也是0.88深圳綜合指數呢是上漲了1.17個百分點啊 好這是股市呢的情況啊然後呢呃呃台风啊呃相隔了13年 手然後之後啊第一次呢在這個11月发布海上台風警報 閃電台風呢最快啊在今天傍晚呢呃就发了海海上上最快今天傍晚啊會發布露上台風警報啊 庄向余是说 如果闪电台风呢 持续增强之中啊 如果他的路径呢 持续偏北 最快的话 今天傍晚啊 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所以呢 要小心注意咯 好那 他明天的一整天的影响呢 是最大的啊 到周六周日呢 会慢慢的 才会慢慢的远离 好 这个提醒大家这个注意啊 好 然后回到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把这个最新的进度呢 跟大家讲一下 像比如说 Google 还有福斯呢 他们都算拜登呢 是264张选举人票 他们就是把这个 亚利桑那州的 这个11张的选举人票呢 给算进去了 他们还没有完全开完了 那拜登是领先的 那像比如说 纽约时报啦 还有CNN是不是也是这样 就算这个253张 拜登拿到的选举人票呢 他们就是没有算进 这个亚利桑那州的 这11张这个选举人票 那其他的这个几州呢 目前在 目前比较关键的一些 这些僵持的州啊 在乔治亚州呢 他有16张选举人票 那川普呢 是以49.9% 比48.9% 领先这个拜登 他已经 完成了95%的计票了 但是有些都会区 都会区我们想 都会区就这次 就这个共和跟民主两党啊 拜登跟川普啊 两个人的这个 选民的支持者的分布来看的话 像都会区啊 人口比较密的地方呢 比较都有可能这个支持 拜登哈 乔治亚州的州务卿是说 要到4号结束前 那有时差嘛 才能够完成选票 但是因为拜登要在 还没有开出的选票里面 要拿到六成才能够逆转啊 所以难度就比较大啊 那内华达州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 这六张的选举人票 嗯 在他们的当地的时间呢 4号的比较晚啊 可能会有比较 才会有比较可观的更新啊 那北卡呢 有15张的选举人票啊 那川普呢 是以50.1% 就是说他现在领先了 十多万了啊 可是呢 他还有这个 他是不是领先时段 这个是百千万十万 不到啦 不到十万啊 那他还有这个 十一万七千张的 这个邮寄的选票 可是要翻转这个选举的话 你也是要拿到 蛮可观的啊 就拜登要拿到 三分之二的选票 所以他的难度是比较大啊 另外呢 宾州的二 这个大州啊 这个二十张的选举人票 因为他的 呃 还有一百多万的 一百多万的邮寄选票 嗯 都没有 还还没有开出来啊 所以说 虽然川普呢 之前保持领先啊 可是 这些呃 邮寄的选票 呃 应该是以民主党的支持者 拜登的支持者居多啊 在他们之前 所掌握到的 两百五十五万张的 呃 邮寄选票里面 登记是民主党的呢 高达是 百分之六十五啊 共和党呢 只有百分之二十四啊 所以还有一百多万张的 邮寄选票呢 呃 没有开出来 所以使得 嗯 拜登呢 拿下这 宾州二十张选举人票的机会呢 是很大的啊 嗯 现在 现在他大概 他现在 呃 根据他们的州务卿的说法啊 是大概在 周五以前呢 会完成选票啊 可是 他的这个收件啊 就是收这个邮寄选票 你要在这个投票日前 凭着 就是邮戳在投票日前寄出来的 他收 收这个邮寄选票 是会一直收到 六号的啊 就是周五嘛 呃 美国时间也是周五啊 六号的下午五点钟啊 那所以 呃 军队呢 和海外呢 是到十号 所以他们说 这个周五 以前会完成 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么 会不会这么的顺利了啊 那呃 在密西根州跟威斯康辛州呢 本来啊 本来这个川普看起来是领先的 但后来呢 在最后邮寄选票算进去之后呢 都逆转啊 那所以呢 在密西根州呢 现在已经有这个民众呢 去 嗯 川普的支持者去包围 这个底特律啊 呃 要求呢 停止机票啊 所以这是很麻烦的啊 那呃 川普呢 就是 已经他的 他们的律师团 已经在这个密西根州 威斯康辛州这些 呃 提出了这个诉讼啊 停止计票的诉讼 但是计票呢 依然还在这个进行中 法律的诉讼呢 是非常麻烦的一部分 而现在已经开始了啊 那选民 智者在这么近的 这个状况之下 所激发起来的这个情绪 也会 也会非常的 这个激烈啊 然后更何况呢 他有很多州的 这个差距呢 都在这个 百分之一以内 有些州的规定呢 就是百 如果差距在百分之一呢 就会自动验票 那乔治亚州呢 的规定呢 是百分之零点五以内呢 就会这个重新验票 所以使得 呃 这个美国 呃 总统大选的开票 究竟会到什么时候 才真的能够尘埃落定呢 现在呢 就充满了变数 当然这一次呢 呃 选举的结果啊 现在 嗯 第一个被讨论的 当然就是民调了啊 就民调呢 呃 系统性的全盘的 这个失准啊 呃 这使得 就是民调专家要去这个探究啊 呃 共和党的这个选民 现在都说是共和党选民呢 是因为 你们大家都不喜欢 你们这些专家 这些精英呢 都不喜欢听到 呃 说我支持这个川普啊 所以呢 我就 我就都说 我就说 呃 我支持拜登 或者是 我就隐藏我的投票的意象 这个是 这整个的社会呢 就充满了 高度的危机和这个不信任感啊 这也是呃 现在呢 在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啊 操作的这个分裂的 嗯 美国呢 所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很严肃啊 很严肃的一个课题啊 呃 如果呃 这样子的一个充满着彼此的猜忌 不信任啊 和怀着呃 这种仇恨的 报复心态的一个国家 呃 你怎么能够期待啊 怎么能够期待 他 透过呃 这个选举 透过选举之后 只靠着呃 这个候选人 他宣称的说 我要弥平这个国家的裂痕啊 我要呃 采取一样不一样的做法 他就能够呃 回到一个正轨来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啊 除了这个之外呢 呃 美国这次的呃 选举 我们看到呢 那么多的呃 不管是主流媒体啊 或者是呃 精英团体啊 呃 呃他们呢都出来呢 就呼吁呢 去扬弃这个川普所代表的 所思所代表的啊 那种仇恨的 呃 报复的啊 这种美国的这个价值 要重新找回这个美国的价值 可是显然没有没有用啊 没有发挥作用啊 不但没有发挥作用 呃 距离民众所想要的啊 距离川普的这个支持者呢 他们所渴望的 他们所看到的这个是呃 国家 看到的这个社会 看到的他们的存在 显然相距是非常的远啊 呃 仿佛就是住在一个不同的 这个国度和这个平行的时空里面 彼此之间的讯息和交流的呃 能够互通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啊 这真的是呃 美国现在呃 要切实去面对的一个很很很困难的一个课题啊 呃 究竟什么是民粹啊 呃 川普所掀起的这个呃 民粹 为什么能够 能够去囊化这么多的这个支持者 在疫情 在美国死了这么多人的当下 他们依然还是坚定不移的呃 信仰川普追随川普啊 这里面中间只是民粹两个字可以来去解释 或者是来去呃 让另外一方的人感到你听到了这个呃 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答案之后就觉得说 啊反正他们那群人就民粹我们根本就不用管 我们也不需要怎么样 呃 我想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当这个川普 他在这个四年前啊 呃 当选的时候 他所他几乎就像是去点燃了啊 或者是撕开了呃 美国社会在欧巴马执政的这八年期间 一些被强压在这群啊 他们还是抱持着传统的白人至上啊 然后基督教的这个教义的这群的美国人的这个身上 在欧巴马执政的八年期间 呃他们这些在好像在这种社会的这个巨大的压力之下 他必须要支持在族群上面的好像是建构了一个美国不再有这个种族问题的一个假象 然后建构一个美国支持一个进步价值啊支持呃多元呃多元的性取向啊支持一个更开放更自由的社会支持一个对移民友善的啊这样子一个国度 可是他们这个内心里面呢完全呃对于这些呢是排斥的是甚至于是厌恶的啊 然后又看着这个呃工作机会啊工作机会在全球化之下在这个呃 在这个美国从这个金融海啸喘息过来之后事实上呢他只是稍稍喘息而已啊他一直没有回到他应该有的他应该有的这个国力和这个水准之上 然后在全球化的这个撕裂之中在贫富差距之下所以这群人他们是活在一个不满的被压抑的一个状态里面 而川普这四年呢让他们的让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很大声的可以去呃宣扬他们的价值因为美国总统跟他们站在一起啊 那另外一边人呢诉诸的这些呃你高喊的这些呃进步价值不能够去弥补他现在他生活上所面对的实质上的这个落差和这个失落啊 所以呃美国的这个例子其实非常非常的值得其他的这个国家来去思考的特别是在欧洲的国家和在这个台湾啊台湾呃很清楚的我们在大选的时候呢只要一掀起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大棋啊呃几乎就是所向披靡啊我们在刚结束的总统大选里面可以看到呃当民进党阵营呢很成功的去操作啊 这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啊很成功的操作这个抗中的这个气氛的意识形态之下呢呃所以所有的其他的呃和平的问题啊呃台湾的经济发展的问题呢他都变得是都变得是次要的更何况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内部还没有像美国如此的呃尖锐的像有关于贫富差距等问题啊我们还没有这个种族的问题我们的种族我们的内部的种族问题族群问题呢他就被统独问题 他就被抗中的问题来去转换了啊转换替代了啊那所以呃当我们看到呃美国的社会在这次的呃选举之中的时候好像一次整个的就是撕开来呃用算总账的方式呢来跟嗯就是选民呢来跟所有他们呃不能够真正的去聆听他们声音的所有的这些的政治人物 去用选票来表态的时候呢接下来的美国社会会往哪个方向走啊 是的 Niger haben Such23号的 wrath BENGHTY 哈 中国日本的声音的 Voitor 中文的声音会 WINF because instead